我现在手上拿的这两块砖 我们叫做模拟月壤砖 它的成分是我们通过模仿月壤的成分 然后去形成的模拟月壤砖 实际上手上拿的这些模拟月壤砖 它的强度是比我们地球上用的红砖 青砖等等这些高很多的 而且我们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两块砖 实际上是呈现一个这样的一个纯帽结构 那么是有利于在未来的月球基地的建造过程当中 我们采用这样的一种结构形式去进行拼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我们在这里面最关心的是三种它的性能 一种性能就是它的力学性能 因为这个和我们建房子关系最大 就是我们的这个样品它的力学性能会不会退化 那么第二个性能就是它的热学性能的变化 所以我们希望知道它的保温和隔热的性能怎么样 那么第三个就是辐射作用对它的影响 因为月球是一个真空的环境 所以有大量的宇宙辐射 所以我们也希望了解在宇宙辐射的作用下 我们这个月球砖能不能经受得住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是采用真空热压烧结的方式 来去形成我们的月球砖 整个这个过程大概分为三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我们需要把模拟月壤进行称重 那么称重之后按照它的这个重量 放入到我们的模具当中 但是因为这个月壤是非常松散 我们需要在这个模具的这个容器里面去进行压制 工程师现在操作的就是让它能够均匀的施压 然后形成有效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胚体 好 那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们的这个压力已经施压完毕了 现在工程师呢正在把这个我们压制成型的带有模拟月壤 这样的一个模具放入到我们的这个真空热压这个炉当中 然后呢加上我们的这个隔热的这样一些设施 好 那么锁上我们的整个的这个真空的实验装置以后呢 那么我们就可以对它进行这个升温 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是没有任何的其他的添加物的 所以它是一个百分之百原味的这样的一个成型工艺方法 这个也是在未来月球GT建造当中的一个非常有潜力的这样的一个建造方式 这个就是我们马上要跟随这个天舟8号这个飞船 在空间站当中去做这个暴露实验的我们这些样品 那么这些呢都是这个月壤烧结的样品 一共呢分为三块 那么实际上我们设计的这个 整个的这个暴露的时间呢是三年 所以每隔一年呢我们会下行一块这个样品板 然后带着我们在空间站暴露之后的这个样品返回到地球 然后我们再来做相关的这个实验 比如说我们这里面有五种不同的成分 有模拟这个月海的 也就是我们长河五号落地的地方的那一种 以玄武源为主的这样的一个模拟月壤的成分 也有呢将来为长河八号 我们包括七号落在高地的月壤的成分 主要是以这个斜长一样为主 跟地球一样 东北的土是黑土 西北的土是黄土 那么在月球上也是 它的不同的位置 不同区域 这个土壤的颗粒成分都不一样 我们主要是要去了解它的这个不同成型工艺下 在空间站的那种环境 它的推华的规律 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推华规律 我们才能够对我们的材料的选择 我们的这种工艺的优化 能够提出一个很好的一个科学依据出来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抗光抗老化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您 呵护前家人 专属您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场钢防晒凝露